每天十分钟,听老杨读书 上一集,我们看到齐人精心策划了一出戏 他不但惹得宝玉哭,还让宝玉承诺要改正一堆毛病 跟《红楼梦》里其他的人物一样,齐人有人喜欢,有人讨厌 喜欢的人会说,齐人这么做都是为了宝玉好 而讨厌他的人会说,齐人虚伪,是个心机表 老杨对书中的人物大多已经没有了喜欢和不喜欢的这种二元的判断 齐人就是齐人,跟现实中我们身边的很多人一样 具有非常复杂的品质 无论他这么做的用心,是基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还是真的想宝玉的未来更好,用心总比不用心要好 书里面说他跟着甲母的时候,全心全意地服侍甲母 跟着宝玉,则一心地想着宝玉 如果能有一个人天天地为你着想,这本身就是非常难得了 宝玉答应了齐人的一堆请求 他做得到吗?让我们接着读十九回的最后一部分 至次日清晨,齐人起来,便觉身体发重 头疼目障,四肢火热 先时还扎睁得住 次后挨不住,只要睡着 因而何以躺在炕上 宝玉忙回了甲母 船一整室,说道 不过偶感风寒,吃一两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 开芳去后,令人取药来煎好 刚扶下去,令他盖上被握汗 宝玉自去黛玉房中来看事 彼时黛玉自在床上歇武 丫鬟们接出去自便 满屋内静悄悄的 宝玉接起绣线软帘进入里间 只见黛玉睡在那里 忙走上来推他道 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 将黛玉唤醒 黛玉见识宝玉 因说道 你且出去逛逛 我前儿闹了一夜 今儿还没有歇过来 浑身酸疼 宝玉道 酸疼是小 睡出来的病大 我替你解闷 混过困去就好了 黛玉只合着眼 说道 我不困 只略歇歇 你且别出去 闹会子再来 宝玉推他道 我往哪儿去呢 见了别人就怪腻的 黛玉听了 吃得一声笑道 你既要在这里 那边去老老实实坐着 咱们说话 宝玉道 我也歪着 黛玉道 你就歪着 宝玉道 没有枕头 咱们在一个枕头上 黛玉道 放屁 外面不是枕头 拿一个来枕着 宝玉出至外间 看了一看 回来笑道 那个我不要 也不知是哪个脏婆子的 黛玉听了 睁开眼 起身笑道 珍珍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心 请整这一个 说着 将自己整的推于宝玉 又起身将自己的再拿了一个来 自己整了 二人对面躺下 黛玉因看见宝玉左塞上 有扭扣大小的一块血迹 便欠身凑近前来 以手俯之细看 又道 这又是谁的指甲滑破了 宝玉侧身 一面躲 一面笑道 不是滑的 只怕是才刚 替他们逃路腌制膏子 蹭上了一点 说着 便找手帕子要开市 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子 替他开市了 口内说道 你又干这些事了 干也罢了 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 也是舅舅看不见 别人看见了 又当骑士新鲜话 去学舌讨好 吹到舅舅耳朵里 又该大家不干净惹气 宝玉总未听见这些话 只闻得一股忧香 却是从黛玉袖中发出 闻着令人醉魂疏骨 宝玉一把便将黛玉的袖子拉住 要瞧拢着何物 黛玉笑道 东寒十月 谁带什么香呢 宝玉笑道 既然如此 这香是从哪里来的 黛玉道 连我也不知道 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 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 宝玉摇头道 未必 这香的气味奇怪 不是那些香饼子 香球子 香袋子的香 黛玉冷笑道 难道我也有什么 罗汉真人 给我这些香不成 便是得了其香 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 弄了花儿朵儿 霜儿雪儿 替我炮制 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罢了 宝玉笑道 反我说一句 你就拉上这么些 不给你个厉害 也不知道 从今儿可不饶你了 说着翻身起来 将两只手喝了两口 便伸向黛玉搁着窝内 两斜下乱挠 黛玉素性触养不尽 宝玉两手伸来乱挠 便笑得喘不过气来 口里说 宝玉 你再闹我就挠了 宝玉方住了手 笑问道 你还敢说这些不说了 黛玉笑道 你再不敢了 一面礼并笑道 我有其香 你有暖香没有 宝玉见问 一时解不来 宝玉问 什么暖香 黛玉点头探笑道 蠢才蠢才 你有玉 人家就有金来配你 人家有冷香 你就没有暖香去配 宝玉方听出来 宝玉笑道 方才求饶 如今说得更狠了 说着 又去伸手 黛玉忙笑道 好哥哥 我可不敢了 宝玉笑道 饶便饶你 只把袖子我纹一纹 说着 便拉了袖子 笼在上面 笼在上面 伸个不住 黛玉夺了手道 这可该去了 宝玉笑道 去 不能 咱们思思文文地 躺着说话 说着 富佑倒下 黛玉也倒下 用手帕子盖上脸 宝玉有一搭 没一搭地说些鬼话 黛玉总不理 宝玉问他 几岁上京 路上见何景之古迹 扬州有何遗迹故事 普俗民风 黛玉只不答 宝玉只怕他睡出病来 便哄他道 哎哟 你们扬州衙门里 有一件大故事 你可知道 黛玉见他说得郑重 且又正言立色 只当是真事 英问 什么事 宝玉见问 便忍着笑顺口周道 扬州有一座带山 山上有个林子洞 黛玉笑道 这就扯谎 自来也没听见这山 宝玉道 天下山水多着呢 你哪里知道这些 不成 等我说完了 你再批评 黛玉道 你且说 宝玉又周道 林子洞里 原来有群浩子精 那一年腊月初七日 老浩子深作异室 英说 明日是腊八 世上人都熬腊八粥 如今我们洞中 国品短少 许得趁此打结些来方庙 乃把令见一只 潜意能干小浩前去打听 一时小浩回报 各处茶坊打听已必 唯有山下庙庙里 国品最多 老浩问 米有几样 国有几品 小浩道 米豆成仓 不可圣计 国品有五种 一 红枣 二 栗子 三 落花生 四 灵角 五 相遇 老浩听了大喜 计时点号前去 乃把令见问 谁去偷米 一号便接令去偷米 又把令见问 谁去偷豆 又一号接令去偷豆 然后一一地都各领令去了 只剩了相遇一种 英又把令见问 谁去偷相遇 只见一个极小极弱的小浩应道 我愿去偷相遇 老浩和重浩见他这样 恐怖安恋 且怯懦无力 都不准他去 小浩道 我虽年小身弱 却是法术无边 口齿凌厉 鸡毛深远 此去管比他们偷得还巧呢 重浩盲问 如何比他们巧呢 小浩道 我不学他们直偷 我只摇身一变 也变成个相遇 滚在相遇堆里 使人看不出 听不见 却暗暗地用分身法搬运 渐渐地就搬运近了 岂不比直偷硬取得巧些 重浩听了 都道 妙却妙 只是不知怎么个变法 你先变个我们瞧瞧 小浩听了 笑道 这个不难 等我变来 说必 摇身说 变 竟变了一个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 重浩盲笑说 变错了 变错了 原说变果子的 如何变出小姐来 小浩现行笑道 我说你们没见过世面 只认得这果子是相遇 却不知严苛林老爷的小姐 才是真正的相遇呢 戴玉听了 翻身爬起来 按着宝玉笑道 我把你烂了嘴的 我就知道你是编我呢 说着 便宁的宝玉连连央告 说 好妹妹 饶我吧 再不敢了 我因为闻你香 忽然想起这个典故来 戴玉笑道 饶马了人 还说是典故呢 一语未了 只见宝钗走来 笑问 谁说典故呢 我也听听 戴玉盲让座 笑道 你瞧瞧 有谁 他饶骂了人 还说是典故 宝钗笑道 原来是宝兄弟 怨不得他 他肚子里的典故缘多 只是可惜一见 凡该用典故之时 他偏就忘了 有今日记得的 前夜里的芭蕉诗 就该记得 夜面前的倒想不起来 别人冷得那样 你急得只出汗 这会子遍又有记性了 戴玉听了笑道 阿弥陀佛 到底是我的好姐姐 你一般也遇见对子了 可知一还一抱 不爽不错的 刚说到这里 只听宝玉房中一片声嚷 吵闹起来 正是